斜耳根已经全部织完了 然后我们现在来调这个斜口 这个大螺纹斜口 在这里我们原来不是一直织的 是这个辫子 这里 这个辫子 然后我们就是在这边的话 它有这个辫子 那么就是一个辫子 调一张这样子过来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用干棒针来调 然后这是我们之前留的红色线 我们就用了红色线来调 那从这里这个是缝 我们缝合的缝 那从这一针开始 这样就可以了 就得一针了 就这样子 然后第二针 所以在前面的话 一定尽量把它这个边 织成那个辫子的针 这样子 那我们在调的时候 就方便调一些 那这个斜口呢 我们就是总的调62针出来就可以了 那这62针呢 我们分别分 在三根半针上面 我们要数一下 这根半针 我们调了多少针 1 2 3 4 5 6 7 8 9 20 11 12 13 14 14 15 16 17 18 19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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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81 20 20 这样子 调整两根线 这样的话就看不出太大的洞 然后这一招没有 反正尽量是在辫子上面调整 这边的话 你看这旁边 是没办法织出辫子针的 就是调整的时候就比较难 我们可以用这个左边这一根棒针 然后先把这个线给调出来 这样子调 调出来以后 我们再用这根右边的棒针 我们再去织 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好 现在我们已经 每边这边是22针 这两边是各20针 然后总的是62针 全部已经调完了 那我们现在来织那个单螺纹 但是来吧 那我们不要推荐 要再用这种针